一個實力 林志勝 鍾成佑 陳吉夢 葉竹萱 是 這個球出手 打成一個本來後方的插棒界外 然後阿Gay今天在前面三次的打擊 其實還沒有發揮喔 被三陣了兩次 另外有一次是飛球遭到接殺 這幾天在桃園這邊的風勢 其實都不大 旗幟其實都沒有在飄 這個球走後門 拐進來 打著沒有出手 湯瑪斯的滑球的確是非常夠威力 四分之三的出手點 讓他滑球橫移的一個角度相當的大 球出現在投手是領先的 來個速球 稍微壓得比較低 來個速球 Brett Dalmas呢在 賽前聊天的時候 他認為其實 球跡分成兩段 對於兄弟相對來講 其實是一個不錯的事情 因為他相信這個球隊 是有機會可以來打進這個冠軍 這個球撈起來 打到了中間方向的飛球 距離夠不夠 張志豪就定位在全雷達牆前面 把這個球給揭殺出局 我看這一棒可能 打出去的時候 投手湯瑪斯應該稍微嚇了一跳 對 這個冷看直接飆出來 但這顆球就幾多內容來看 其實是打在比較 球的下半部了 所以一開始飛行的一個距離 好像感覺上還蠻遠的 但最後掉下來的速度也蠻快的 今天 洪總真的是 好幾次都是要挑戰他的心臟 但這一顆感覺上 動作就沒這麼大的 因為一打出去的時候 感覺上是沒有 把球打得很扎實 一人出局 這個球打到是二壘方向 第一個球就出手 先讓何文文接到球之後傳一壘 第五棒的鍾成佑 遭到的刺殺行程兩出局了 球局下半 對LAMIGO來講的最後的 反攻機會 鄭仁浩 今天 滲頭沒有辦法拿下 反觀在兄弟相對這邊 曾崧瑋 中華職棒 首場比賽的滲頭 會不會就是在今天出現 而且也只差一人出局 對 這當然對於 曾崧瑋來講 是值得敬驗的一刻 今天投了七局 看到接個球陳金鋒 打到右外野方向 也是很深遠 全力打槍前面 被揭殺出局 一個再見揭殺 這個半局 兩個深遠的飛球 林志勝跟陳金鋒 但是最後呢 都是遭到接殺 這場比賽也結束 最後兄弟相對是以3比2 一分 顯身了對手 LAMIGO MONKEYS 這場比賽對於曾崧瑋來講 也是值得紀念的一場比賽 拿下了加入終職 首場的勝投